男人到底喜欢女人什么呢 有以下一种就是好女人 一 现在男人到底喜欢女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自己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有一个定义 大多数男人喜欢温柔的 可是只是善友 他会寻找刺激 因为在温柔的人身上是找不到的 所以现在女人要学会千面万化 可以温柔 可以性感 可以泼辣 还可以 多面的女人不会让男人腻 如果能让自己保持新鲜感 男人不会腻的 这样的女人才是男人喜欢的 二 不唠叨 知道有些话可说 有些话就不能说 女人就是天生比男人有表达欲望 什么都想说 什么都不说当然不好 可是什么都说更不好 相同的话反复说 那就会招人烦了 谁都不是你的出气筒 想说什么能说什么 应该经过考虑 想想这句话对爱人是不是会造成伤害 尤其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 能够冷静一秒钟再说话 是非常难得的 智慧的女人懂得沉默的力量 可是生活中 大多数女人都变成了唠唠叨叨的怨妇 三 男人品性不同 对女友的选择也不同 美可其外在 内在美大于外表 心性善良 女人面善 又美又善己人意的女子 是男人都想追求 男喜欢女人持家 有独立思考 不傲慢 随和不失自己原则 吵架就要讲清楚 男人喜欢争辩 征服男人就要讲理时 讲不明白谁错谁对 不谦让男人 让他深深意识到 你对他的重要性 我想男人喜欢什么 爱美 爱漂亮是人的天性 男人女人都一样 而也有的会厌倦 那种男人不要也罢 你们怎么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